谢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感恩的季节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 让我们述说感恩的话语 当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 述说神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恩典是在每一个季节都应该述说 我们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应该感恩 谢谢你 诈美你 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感恩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更加与主亲近 让我们在感恩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更能够学向我们的主 谢谢你 诈美你 继续求你能够用你的话 用你的道来感动和改变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 都能够同盟一位圣灵的引导和帮助 无论是讲的或者听的 都能够被同一个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所广制所降服 谢谢你 诈美你 在你面前在那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感恩节快乐 我们进入感恩节 我们昨天前天晚上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 在Zoom上的感恩聚会 今天为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是不离不弃的爱 是根据诗篇第136篇的经文所告诉我们 那这一篇136篇是1到26节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是一个起应的导文 可以在诗帮里面是轮流唱的 是敬拜领袖 或者诗帮里面轮流一起来呼应 一起来唱 一唱一和这样的过程 所以在拉比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的 称他为大赞美诗歌 是大赞美诗歌 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呢 就回顾了上帝 他怎样在历史里面 去恩待他的百姓 而这个历史呢 经过作者的叙述 转为神学 而这个神学呢 就应用在敬拜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 教会里面每一个敬拜 我们都是有很重要的 一个救赎性的意义在里面的 而每一次的一个救赎性的意义 都是根据上帝在历史里面 真实所发生的一个事件 事情来成就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这是一个起应的经文 所以我在过去 预备这段奖章的时候 我先和 我大声 我跟家人大声读过两次 一次是我跟周历两个人 我讲前面 他说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但是呢 一个人声音太弱了 后来我叫我三个孩子一起来 所以我说前面 他们说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们讲得非常的兴奋 所以读完了之后 爸爸什么时候还能够再读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 那我一起 弟兄姊妹也应 我们以最激昂的声音 很真诚的 来向我们的神称谢 诗篇第136篇 第1到26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位上 你们要称谢望神之神 你们要称谢望族之主 称谢那独行大启示的 称谢用智慧造天的 称谢铺地在水上的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他造日头光白昼 他造月亮星宿光黑夜 称谢那击杀埃及之长子的 他带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他撕掌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称谢那封列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成绝 他令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 去把法朗和他的军兵 推在红海里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称谢那击杀大军王的 他杀戮有名的军王 就是杀戮亚摩利往西红 因 又杀巴沙往厄 他把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他吃粮食给方有血气的 一起来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 听说这么请坐 起的人比较累啊 好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很清楚的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我大概进行一个分类 首先是引言 它是呼召汇总思想上帝的荣耀和作为 所以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 是一个引言 就是要称颂 称谢耶和华 以晃行思想神的荣耀和作为 所以会众们呢 应该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 而接下来的第四到第二十五节里面呢 是详细讲述称谢上帝的理由 首先呢 第四到第九节里面 是从创造论的角度 来称颂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创造的主 他的创造不单叫我们 看见他的权智 权能 更让我们知道 明白上帝的慈爱 所以我们的神创造宇宙 就是为了让我们人类 生活美好的生活在其中 所以是从时间的起头 与宇宙的受造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事情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无论是白昼或者黑夜 当我们仰望天上的 当我们俯瞰大地上的 或者我们光看河流海洋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上帝亲手所创造的证据 认识到我们的神 乃是从空虚或者从虚无当中 带出一切 所以在这个创造当中 就有了我们生活和工作 所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向神称颂 那第十到第十五节里面 是讲述上帝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故事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诗人他没有提及到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那些年 也没有提到主耶和华 怎样对埃及那些 一些假神施行审判 他只是光注出埃及 所以圣经里面用灵出来 来形容犹太人 怎么样 以色列人得拯救 所以实在击杀埃及的长子 过红海 将埃及的大军淹没在红海里面 都是一位上帝的拯救和怜民 而初埃及呢 也正是以色列名 当生的一个标记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每一年的逾越节 犹太人就追思过去 纪念耶和华上帝 在他们历史当中所做的一切 而初埃及呢 也象征了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赎 所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上帝无瑕疵的羔羊 当在约翰福音 当约翰思绪约 抗解耶稣经过的时候 他说 看了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是的 神显入头大能的绑壁 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 然后在新约里面 透过十字架 我们上帝大能的绑壁 再次的显明出来 而上帝呢 也将以色列人出埃及 拯救出来 使我们看见救赎和慈爱 是有极大关系的 如果我们的上帝 只是按着以色列人的行为 来对待他们的话 我告诉你 上帝早已戏绝这些百姓了 但是我们的上帝 他救赎我们 不是按着人的行为 而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 成为以色列的救赎主 所以我们应当向我们的神 献上我们的称谢 第四 第十六到二十二节里面 所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在历史当中 不仅救赎我们 而对救赎出埃及之后的 以色列人进行护理和引领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神带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经过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在旷野里面 引导以色列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白天云柱引导他们前行 日间活住照亮他们 我们的上帝 引领他们来到西奈山 所以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停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帮布摩西神的律法 并且教导百姓认识律法 而且监督他们 如何去建造 敬拜上帝的会墓 这些都是这些以色列民 要进入迦南之地之后 之前都需要准备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里面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不信从上帝 他背离上帝 结果他们不得不重走旷野之路 接下来39年的时间 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 等到贝利的第一代以色列人 死在旷野之后 上帝丰富新的领袖 要牢牢记住 这个漂流的岁月里面 要他们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40年的漂流 进行尾声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 重新来到应许之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过程里面 百姓们打败了许多 这个威武的强盛的君王 最终他们终于进入了流奶于命之地 就是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仅仅看到 上帝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 也能够看到上帝对出埃及之后的 以色列人引领他们 护理他们 一直到迦南之地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地让百姓经历信使 虽然百姓一次次的悖逆 但是我们的上帝一次次的引导 一次次的护理 一次次的广教 就是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而今天对于新约的我们来说 家囊之地就象征着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产业 我们凭着信心行事 就能够得到属灵的一个产业 是的 是神引导以色列人 从旷野之地进入迦南之地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有护理 上帝有保守 而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古至今属于上帝的儿女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有上帝的广教 都有上帝的掌管 都有上帝的护理 引导和保守 即使我们一次次的悖逆上帝 他是上帝伊朗 一次次的引领 一次次的护理 一次次的带领 所以要撑血 要 而二是三到二十五节里面的 那我看有学者认为 这几节圣经呢 是总结以色列人 在历史当中的失败 这种失败呢 就像以色列百姓 在世事记里面 所产生的那个失败一样 所以他说 顾念我们在卑微当中 我们失败 所以我们落落卑微里面 但是我们的神 他仍然爱他的百姓 当百姓他转向偶像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就广教他们 这个时候经过广教之后 他们愿意悔改 愿意呼求族的怜悯 所以他们再次回来 这么一个故事 那有一些人呢认为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里面 是记得包括这些以色列人 后来在成立王国 当时呢 后来又分裂王国 后来又成为流亡的王国 就是在巴比林被掳的经验 所以他们在卑微的地方 以及他们后来 又回归耶路撒冷的经历 就救把我们的敌人 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我在想 无论两者怎么个解释 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 上帝在保守他的子民 两个意识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当上帝的百姓 当他遭遇困难 遭遇挑战 遭遇压力的时候 上帝仍然保守他们 又或者 上帝的百姓 他陷入罪恶当中 离开上帝 抛弃神的时候 上帝对他仍然不离不弃 所以23到25节里面 是称谢上帝 保守我们 最后 26节里面是一个结语 再次勉励汇总 要向我们的上帝 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各位亲爱的弟子们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 所带给我们的 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想一定只能分享 两个方面的信息 一个应用信息 首先第一 我想说的是 上帝的恩典呢 是很具体 所以我们称谢恩典 我们称谢上帝呢 也要很仔细 你知道吗 在称谢这个词呢 何何本翻译称谢 其实他不能够完全表达这个意思 他的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承认 或者叫躺承的意思 所以因此我们 在神的面前 要谨慎 慎重的思想 以感恩的态度来崇拜 我们需要把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灵受的 所被教导的 被挖掘的 关于上帝的荣耀和作为 我们可以以我们的言语 言语 堂承出来 以我们的语言 表达出来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都是我们现在 基督徒们一直在做的 这个诗篇也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论到 上帝的本性 论到上帝的全能 以及在圣经里面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你就看到 上帝不仅仅有创造 他也有救赎 并且他完成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有 我们看二十五节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 还正在完成的过程里面 正在继续的过程里面 不是过去式的 我们也要 称谢我们的上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诗人非常具体地 赎算了上帝的恩典和作为 一段一段 他是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 所经历的 赎算出来 很多很多具体的恩典 来赎算上帝 所以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过这样的经文之后 一方面我巴不得你能够看到 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恩典 是非常具体的 阿们 我也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到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也要很具体地 对我们的神 呈现上我们的呈现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不仅仅有保罗书信 他教导我们很多的神学知识 他教导我们很多的教义 基督教核心的教义 包括音信 称义的教义 包括成圣的道理 是在保罗书信里面 或者在其他的书信 让我们知道的 当时你知道吗 圣经也继续了很多历史的故事 很多的人物 以及很具体的事情 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上帝如何在我们 过去的生命 人类历史里面 施行他的作为 圣经里面 不仅仅记载了 很多大人物的故事 亚伯拉罕的故事 摩西的故事 大卫的故事 所罗门的故事 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小人物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路德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南阿美的故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的 是一个大的事情 圣经里面 也让我们知道 很细节的 一些小故事 所以当我们看到 诗篇里的经文的时候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它所呈现的是历史事件 所以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创世纪的故事 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初爱奇的故事 在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 摩西的故事 在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亚伦的故事 在经文里面 你可能会想到 《猎王记》里面 《撒摩尔记》里面 所以诗篇里面 所呈诗 所展示的是 上帝拯救 以及引导 以色列人的故事 它背后 你知道吗 这些故事 大故事 以色列人很熟悉 我们现在人 我们也很熟悉 但是背后是什么 都是非常具体的人物 所成就的 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事情 并不光彩 有一些人物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看到了 很肮脏的手段 但是在背后 你仍然看到 上帝的同在 你仍然看到 上帝的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就是想说的是 上帝爱我们的爱 是如此的具体和真实 所以对上帝的百姓来说 我们所灵受到的恩典 是如此的具体和真实 今天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 其实是在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把自己所经历到的 很具体的恩典 向我们的上帝承受 无论是教会过感恩节 或者我们上周五感恩节 我们的Zoom聚会里面 很多人都在诉说 上帝的恩典和作为 我们预先有几位 有八 不来八位 八还是九位 弟兄姊妹来诉说恩典 你知道我给他们的三分钟 我给他们的时间 是三分钟的时间 几乎每一个人都超时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恩典太多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当我们诉说 个人恩典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个体性地 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我们很个体性地 经历到上帝 在你身上的一些恩典 有弟兄姊妹来分享 做妈妈的 做父母的要感恩 我们也可以分享到 我们自己情绪上 因为疫情 或者因为上次的选举事件 我们情绪崩溃 我们很难过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在过程当中 经历到恩典 我们为我们在一起 祷告聚会 尽时祷告和感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些都是如此的一些具体 有人来到教会里面 只是说要吃大餐来的 后来信了主 小莫妮卡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所经历的都是很真实 所以我们学习 向我们的神感 今天我相信很多的人 你在感恩集的时候 你应该都会有机会 说谢谢的话 我们为着别人给你的帮助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为着自己所拥有的家人 而感谢上帝 我们为着自己在疫情当中 仍然享有平安 而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曾经都有过 不是吗 我们为着一个陌生人 对我的微笑而感恩 你有没有突然之间 我知道有很多的事 我们平时可能不大注意到的 但是有些刹那之间 突然之间 有一天你打开窗户的时候 看到阳光的照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 其实我们加州 最不缺的就是阳光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天 突然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哇 你心中充满了感恩 你有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 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有些是我们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 我的手怎么 后面没有插电突然会动的 感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所经历的祝福和恩典 都是很具体 我们可以试着想想 每一天给自己一个任务 网上做祷告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 每一天至少为着白天 所经历的三件事情 向上帝感谢 当你有一次 你写了很多 我有一段时间写了很多 甚至我会把它放在 以前我们的QQ 放在朋友圈 类似朋友圈里面 每一天都写 你知道后来 有人给我反映是什么 其实都是很细节 其实有些时候 就把我们内心当中一些挣扎 比如说我有一天 我感觉被冒犯了 我很生气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不应该生气 上帝的话安慰到我 或者有一天 我去想帮助一个人 但是我又不想去 又想不想去 又犹豫挣扎了 一半天 我后来就去了 或者有一天 我去买东西 后来没有买到 之类的 我就把它很细节的 就是每天三点 一二三 三件事情 你知道吗 有人跟我反映说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 其实我都在经历 但是为什么 我都没有感受得到 但是我这样看的时候 突然自己好感动 其实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是那么的具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为什么非要等到感恩节 才述说上帝这么多的 具体的恩典和作为呢 你平时都在经历的呀 求上帝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我们的神 祂是值得我们称颂的神 所以我们需要坦诚地 去表达出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作为 Amen 这是我所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 我想说的是 神是首约施慈爱的神 祂的爱不离不弃 其实上次袁牧师也提到 这个慈爱这个词 这个hasit 这个词在圣经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来的 你知道这段经文里面 除了这个称颂以外 最多的词啊 当然这个称颂以外这个词是最多的 你知道这个慈爱这个词呢 它是不是一般的爱 这个慈爱这个词的核心的一个意义 一个中心是是忠诚的爱 是盟约当中的一个用词 特指上帝向他的百姓 首约施慈爱的那个不变的爱 所以这个慈爱这个字呢 在英文翻译里面 包括ESV包括NIV 都翻译成一个坚固的爱 所以那个中文译本里面 都是翻译成慈爱 但是唯有一个吕正宗译本 它就直接翻译成坚固的爱 它是在盟约里面一个用词来的 就是上帝爱 以色列人的爱 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爱 并且这句话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里面原文里面没有长存这个字的 但是有一个名字永远 所以这句话呢 应该是什么呢 是指他的爱是无穷的 或者说他的爱无穷尽 但是无论这里的爱 这个爱呢 刚刚又说的是一个不变的爱 所以如果加在一起呢 就是好像一个叠字在一起的 不变的爱是不变的 这个永远的爱是永远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指以色列百姓 无论如何的失败 当时上帝都永远不会废弃 在圣约里面的应许 所以上帝的百姓要因着上帝的信实 履行这个公义 而上帝的慈爱呢 他永远与以色列同在 而以色列名我们在称显的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诉说 乃是诉说他给予我们的 永远的不变的不离不弃的爱 这就是圣经里面 以色列的神对以色列的爱 这就是圣经里面 所告诉的创造天地 万物的上帝 对我们所有上帝百姓的爱 这种不离不弃的爱 可以在出埃及的路途当中 可以表现出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的悖尼 一次次地埋怨上帝 他可以为任何的事情 发出怨言 他们一次次地背叛上帝 甚至他们拜金牛赌 你就想象不到 这些人拜金牛赌 但是我们的上帝 仍然守约施持爱 仍然爱他的百姓 甚至不离不弃 你知道吗 这种不离不弃的爱 你更可以在和西亚书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和西亚受上帝的丰富 他取割灭为妻 这个割灭是什么 是一个淫妇 他前后为了生了三个儿女 除了第一个事外 后面两个可能是 他在外面过淫荡生活 而生的孩子 当时上帝却闹约和西亚 或者和西亚一次次地 原谅自己的妻子 一次次地继续疼爱自己的妻子 你知道当我们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常常会有人说 哎呀这个和西亚 做先知做得太长了 你知道先知呢 先知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代言人 就是上帝对他讲话 他透过他的话语 来传递给他的百姓 但是上帝有一些时候 不仅仅让先知讲话 他会有种先提示的一个动作 或者一些行为来传递信息 类似于现在是说的艺术行为一样 那上帝给和西亚的一个艺术行为 一个传递信息是什么 就是取一个淫妇 而这个淫妇一次次地背叛他 他一次次地继续地爱他 所以于是和西亚 你知道和西亚这个字是什么 是拯救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就是个拯救的意思 所以当时他却是个爱情的悲剧 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诉说 他自己的婚姻 他自己的一辈子都在诉说 一个简单的道理 当时这个道理非常不容易的道理 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爱 即使他们背逆 即使他们淫乱 即使他们背弃 与他们所立的约 当时上帝对他们的爱 却是不离不弃的爱 从头到最后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们 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也常常在困境里面 我们常常在孤单当中 我不知道你在孤单里面的时候 常常会这么想 没有人爱我 我看到有人发过的 没有人爱我 我自己都不爱自己 当时下面一句话是 上帝对他仍然不离不弃 有些时候我们放错了 我们得罪神了 我们就觉得上帝还会爱我吗 这是很多人的感叹 我离开你这么久了 上帝你还爱我吗 我放了这么大的罪了 上帝你还爱我吗 亲爱的听众姐妹答案是 上帝对你说不离不弃 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持爱的神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 做他个人的救援 你真的是神的儿女 上帝会必定爱你到底 你没有办法逃离神的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 这就是耶稣当慈爱 耶稣当慈爱永远长存 这个慈爱的一个意义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喜欢听那些 以德抱怨的 对不对 别人对你怎么怎么怎么不好 但是呢 你却仍然以德去来回报他 你仍然去爱他 这种故事会让我们很感动的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是那个一次次的背叛上帝 我们一次次的得罪神 我们一次次的离开神的 谢谢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首诗 它说有种守护 不远不近 从日出一直到日落 叫以马内利 有种爱不离不弃 从根骨直到现在 叫做耶稣爱你 有种相约 不快不慢 从开始一直到永远 是永恒约定 有种赞美 永不止息 从今生一直到天国 哈利路亚 有种祝福 从不远离 从现在一直跟随 叫福杯满意 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我们在我们的身上 所经历的 就是那个 上帝对我们的 不离不弃的爱 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我很喜欢的一个约纳书 的故事 约纳的故事里面 就好像 你看到约纳的故事里面 上帝动用一切可以动用 风 海 这个芝麻 还有小穷子 包括外邦水手 所有能动的 就是为了怎么样 让约纳得以成长 就像前天那个 汪哥弟兄做见证的时候 上帝在他身上 下了一旁大旗 我突然听到 我突然好感动 其实不仅仅在他身上 在我们身上都是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好像我们 我们好像信主 是那么恰巧的事情 刚好来到美国 刚好来到这里 或者刚好遇见了某一个人 刚好我听到了什么 好像 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不是背后是什么 都是上帝在策号 他在你身上 下了一旁大旗 也就是说 你今天信主 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不小心的 你今天信主 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而是上帝在永恒里面 所命定应该有发生的事情 并且在历史上 透过各样的方式 就像约纳上的 对约纳的爱一样的 各样的方式 来做成这件事情 今天让你觉知受洗 信主在教会里面服侍 让你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候 述说上帝的恩典 不是不小心 这是上帝对你特别的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是 当你有些时候 暖落亏欠神的时候 偶尔被过方所剩的时候 他仍然不止 不离不弃 有些时候 你甚至得罪上帝 你埋怨上帝的时候 上帝仍然对你不弃 不离不弃 亲爱的同志们 他对你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 主啊 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我永远爱你 这种词我们常常唱 对不对 天天对我 事实上 事实上 我也很喜欢一首诗歌 是那个 对你的爱永不变 这首诗歌 是扎美之全的 我以前也常常带着 对你的爱永不变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 这首诗歌 就是因为当我 那个时候 确定收到 新加坡神学院的 入学通知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没有 没有收到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哇 写信 我很期待 我祷告上帝 让我能够录取 后来我真的录取到了 我软络了 难道我真的一辈子 要走全时间 服侍上帝的路吗 你要知道 在当时的我们 温州的一个 很匆忙商业的 一个地方 我们那边 没有全时间传到人 我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我在怀疑自己 我说上帝 我真的能够坚持走到底吗 让我走了一半 怎么办呢 露了我觉得 还是赚钱比较好 去做生意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就是自我进行怀疑 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非常的软弱 我害怕 我很害怕 涂浪前面的道路 我能够继续服侍神吗 我能够一辈子 走在服侍的道路上吗 后来我带领教会里面 一个高中生的一个营会 那个时候的主题 就是对你的爱永不变 特别最后一天 我觉知 呼召做觉知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非常的感动 我就说 我就说上 我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每一个人说 主啊 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 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 但是我们为什么 仍然害怕 我们能 我们 我们今天就喜欢 吃这个 明天就不喜欢了 我们今天喜欢这个人 明天就不喜欢 我们是这么会变的 我们怎么能够 做到永远 对神的不爱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我们的上帝 对我们的爱 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说 主啊 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乃是基于 我们的神 对我们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爱 使得我们有可能 我们说 主啊 我永远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服侍你 这就是保罗 所告诉我们的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刺身露体吗 是威胁吗 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 我为你们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同 江崽的羊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情上 你很软弱 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情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因为我们 无论我生性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主 基督耶稣里 我们怎么能够说 放弃呢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 不离不弃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爱你 我怕你当你唱 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 再次地觉知 上帝要让我学习 对你的爱不离不弃 不是我们的意志里 有足够的强大 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 不离不弃 求主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这世界有个青年不变逗里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帝对我们的意志里 在世上没有任何地逼迫 在世上帝对我们的意志里 在世上没有任何地困苦手法 能使我和你生帝爱的君 这世界有个青年不变逗里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帝对我们的意志里 在世上没有任何地逼迫患 在世上没有任何地逼迫患 我们一起葬起来 我们一起葬起来我们大神 在世上帝对我们的意志里 我和我们一起葬起来 那就是我们一生的爱的君 我是否愿意从为神的耳朵 一生要恶主爱你 在世上会有任何的恳不愁烦 我们每个人一起继续祷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开口祷告 你为你自己祷告 你说上帝求你能够帮助我 求你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兼顾我们的信心 因为你是爱我们 我每个人为你自己祷告 你说上帝无论任何的困苦仇房 都不能与我们神的爱隔绝 每个人开口祷告 谢谢 主啊 天父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主啊 你帮助我们 预遇我们的爱 求你不让我们更爱 主啊 你知道我们很软 当时我们是你的人 主啊 求你不继续引领我们 主啊 让我们知道 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虽然我们认为 当时你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我们再唱一遍 我们轻点唱 我们每个人 你打过的心 我们再唱一遍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倒影 那就是耶稣爱你 才是上没有任何的拼搏换啊 能使我们一生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耳朵 一生让一生爱隔绝 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堪固手法 当时我们一生的爱隔绝 耶稣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扎明你 主啊 我们想到自己是那么的软弱 当我们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 我们就骄傲 当我们有一点点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灰心沮丧 主啊 当我们现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我们甚至对自己都放弃 主啊 求你能够让我们知道 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你就像上帝在历史里面 你对以色列人那样 你对大卫 你对雅各 你对犹大这样的爱 主啊 你今天继续地爱我们 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你赞美 我跟着求你能够祝福 让我每一个人都愿意 藏在主的爱当中 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 因为我们拥有了上帝不离不弃的爱 所以求你能够让我一辈子 都应该述说上帝爱的故事 一个传讲上帝爱的故事 谢谢你赞美 将一切的荣耀送上去给你 祷告宗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阿们 请坐